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哥 怎么样 没啥事了 大夫给包扎了 没死成啊 还没死呢 是我不想死啊 那还不容易吗死啊 撒胖尿都能浸死 恶心都能恶心死 咋 咋没脸了 还把脸干上 拽我干啥 拽管有啥意思啊 他不想死吗 你咋不去死呢你啊 我告诉你 为了救你 我好像没掉狐狸淹死 为了救你 余倩选择贫选政的范围 为了救你 你出去亲个上阵指挥 为了救你 全阵的120全部出洞 为了救你 全部的警车也全部出洞 为了救你 咱们封建村的男军老少 奋不顾身地去救你 救谁啊 你个赌徒 你个头鱼贼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想死 你死得起吗 你有权力去死吗 三毛哥 太熟了 怎么不说 你以为你一死就白了吗 你这个情谁去给你还 让你爹去还吗 还是让你姐去你还 还是让你姑娘的痘痘给你还 你想没想过 你爹当年为了养活你们全家 到大吉安领去划木头 脚趾都冻下了 你姐为了让你去念书 她放弃了她大学梦 高中没有念完就弃学在家 还有原格 不顾他们父母的反对 死活非得嫁给你 为了让你给她得到幸福 你给她得到幸福了吗 你给她的是啥 是死 是赌 是从 不 三毛哥 你别说 我不说了 那你说我现在我能咋办 你想一想你能怎么办 三毛哥 只要杨哥不跟我离婚 这个家不散 你说啥都啥的 我听你 那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不管了 为啥呀 三毛 你这么说啥意思啊 好啊 来 走好啊 老张 你呀 老爷们 这干啥呀 这啥 卖条肉啊 那 哎呀 这啥的这些条肉 都是你自己扎的啊 不是我这个扎的 还偷的啊 真是 也真好啊 大方啊 那啥 你 你也不能等鱼 在哪上来卖鱼了呢 哎呀 我家亲戚不是养鱼的吗 这总给我家送鱼 吃不了 好 我心思 就拿这儿来卖呗 哦 能卖就卖 不能卖再拿下吃去 哎呀 哎 哎 老爷子啊 啊 你说你儿子都当村书记了 你 你还整趁晚上干啥呀 就差这俩钱啊 他当他的村书 这跟为啥关系 哎呀 真是人比人得死 是货比货得扔呢 你看看你们家啊 儿子呢 当村书记 孙子呢 是农业技术站的 推广站站长 好风水呀 都跑到你家去了你说 哎呀 这儿孙自儿孙福啊 想否造罪啊 他们自个儿带着 他们就是干到 镇里 市里 跟我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啊 你那条肉 你说编辑那么好 咋这么巧呢你呢 那名字买的啊 那不啥嘛 谢里号召啊 百招十万 那南山坡有个空地 闲着也闲着 我那 就给他动点大脑子 哎你别说呀 这儿好伺候 还真瘦了 要不趁着猫东嘛 我大点瞧瞧和耍耍 哎呀你别说 真挺好 哎 我家那地头 也插了点红柳子 哎 搞了不少条子 明儿也编点 行 大蜂啊 那这鱼咋没拿鸡上卖去呢 哎呀我这点鱼 也不值得上鸡上啊 再说我今早上起晚了 嘿嘿嘿 睡得懒劲吧 哎呦 再行了 今天年轻人啊 就是贵乡 啊 我再再买啊 哎 那个 六块一把 车王顺 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跟你总结了 就是两个字 自私 我自私啊 对 你沉迷于赌博 你贪图享乐 你考虑过家里的感受吗 你考虑过你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危害吗 你这不是自私 你这是什么 还有 正因如此 袁哥想跟你离婚 你还是出于你的自私 你怕失去袁哥 你不愿意跟他离婚 你也不管袁哥痛苦不痛苦 你就把袁哥绑在你的裤腰带上 是不是 你考虑过你爸的感受吗 你考虑过你姐弟的感受吗 你考虑过你亲亲朋友 爱护过你的人的感受吗 你这不是自私 你这是什么 车王顺 怎么 别说了 还有 车随局 车王顺走的今天这一步 就是你爸和你 你们全家惯的 还说他妄子成龙 他是那块料吗 他就是个虫子 他就是那条海人虫 那你说咋办呢现在 三豹哥 你说咋办 我听理一下 到派出了自首 接受法律的处罚 正好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这把没拿呢 你们哪有两把吗 拿了 哎好好走吧走吧 哎走吧走吧 这上面还真好 哈哈哈 我跟你说啊 新年年轻人就降服了 啊 你看一猫东啊 出来吃啊喝啊 哎就是玩 你看不像我们年轻那些啊 啊 猫不猫东啊都一样 天不亮啊就上山了 弄不好啊 还喷着黑虾的啥的 半条命啊都滴了在空袋上 哎呀 你要说这个吧 那你可是咱村的大功臣呢 嗯 这这啥意思呢 妈呀 老爷子你忘了 啊 就当年那场洪水 把咱村都淹没了 那是你呀 跟老村长带领大伙上山上指树 又修了排水渠 哎呀妈呀 这才有现在的这青山绿水呀 村里人都念你的号呢 嘿嘿嘿 我这人哪 注定啊 这一辈子跟树打交道 你看看啊 我那名的呀有个木 还种了一辈子树 嘿嘿嘿 就说是呢 你看看 就山上这些每一棵树 都倾注着你的骨血呀 嗯 不 你说啥玩呀 不是 我是说都倾注你的 你的心血呀 嘿嘿嘿 你可真是 看一下吧 如果没什么问题 签个字吧 你看一下这签 看啥呀 这玩意儿总签 那你还感到挺光荣吧 不是 所长 我交代也都交代了 事也都说了 那我家庭暴力那事大正 什么家庭暴力 这个事还没处理完呢 这家庭暴力 那还有啥事儿 叫证人罚款 证人罚款 证人罚款 那得罚多少 三千 三千 嫌少了 不是太多了 我要拿三千块钱 让母大奉侄子 那家能杀了我 不交是不是 不交 好 小赵 走吧 谢谢大方啊 今天生活这么好 我就总觉得那 没有过去有意思呢 你咋说这么对呢 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就记着我小时候吧 哎呀 就盼着放寒假呀 完了到时候跟小伙伴们 哎呀 哎呀 跳皮筋啊 插嘎啦哈呀 完了那个帮娘靠近的时候 跟这帮大人哪 哎呀 看秧哥啊 跳花贵舞 这前村子后臀子 来回跟着跑啊 可有意思了 哎呀 你得看现在这孩子啊 自己跟自己玩 一天捧个手机啊 这这这脑子 走对头脑子碰脑子了 都不再说句话的 你说 手机是朋友了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 哎呀 可也是啊 咱不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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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玩儿 咱不出去啊 我冤呢 喊什么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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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是你的村民 得救救我啊 你该 那你可是你往里跳 你活该 赶快扶法去 我都冤出大子嘎的了 我都 我冤呢 大坤儿 我说戏里话啊 你说我图一卖条 挣了俩钱吗 我就想啊 一个人在家待着 都憋屈死了 我就想找人啊 唠唠嗑 那你咋没找老婆 他也得进你 你俩能捞一块儿去 大坤儿 说啥玩儿那是 不我说的这不屎话呢 大坤儿儿 你哪儿都好 就你这张嘴 像常文道士 哎哎 老爷子 我这也是好心 我说的真是屎话 哎 到时候我给你俩 撮合撮合啊 行了行了 干啥干啥去了 你看你 没人把这豆壳做了这你 哈哈 你看你这老爷子 你跟我说 这不是好吗 你好吗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了别说了 我说的这不是实话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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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这 这他们车子来啦 要去啊 这个可以啊 哎 咋的 咋的 哎 哎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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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家在那拜案 咋不应该回避一下 你说广盛这算是团自首的 应该吧 那能从轻处罚 他们也应该着心处理下去 你说这袁哥还不知道咋样呢 他这是铁了心要离婚呢这回 就你那个兄弟啊 不是赌就是偷 谁能跟他过到头啊 哪个女人能跟他 不离那就怪了呢 咱上车里坐着吧 上车啥呀 你看咱天挺好的 待会儿透透空气 这一身让他们长得 我这脚压力就像喘不过气的 我记得就有一个人 你还能不能记住呢 就是那个谁 毛大方他爹黄老鬼 对我知道他爹 听说过吧 听说过 那为啥就 就这某老鬼呢 就愿意赌博呀 赌博成命呀 我记得听他们老人说 我爹说过嘛 就某大方还小的吃奶那时候呢 他爸就有一次了 两个多月不回家 一进入猫洞 那就是个赌啊 赌的天昏地干 说有一次 说有一次他妈晚上啊 去找他去了 他也不回家两个多月 晚上好像没让狼逃 最后是他爸呀 据说就死的 他们玩的不是麻将 那时候不是玩什么牌 哎呀就我是什么玩 就纸牌呀 就死的那纸牌桌上了他 哎呦我的天哪 这赌博真是太死谁呀 是不是害人哪 真是害人 哎呀要说吧 现在这事啊 真是 哎呀妈呀真冷了 啊 杨哥 咋的来这事啊 咋扯你不乐呵呢 那还用问嘛 肯定也会广顺那个犊子呗 哎呀 床有指抗有息呀 人有脸瘦有皮 你说人连脸都不要呢 怎么鬼头害怕嘛 这只是 哎呀 哎 袁哥啊 你听大姐的啊 千万别走这条路 你说你们家痘痘都那么大了 就是啊 啊 你说孩子去爹扫娘里咋整啊 在孩子心里都不有阴影嘛 是不是啊 可不是呗 老爷子说的对 这两口子吧咋的都好办 那过不了就离呗 找不好好的还找不着赖的 可关键问题 你不是苦了孩子吗 哎 姐呀 不到事不得已 谁愿意走这一步 哎呀 谁没谈上谁不知道 你说 他怎么就跟中了大邪似的呀 每年矛冬都这样 我那么跟他讲道理 根本不管用 就去年 他跟吴迪他们到大湾村去赌博 一赌赌半个月 把我气得 当时我就想喝农药 你说人怎么着 哎呀 人家给我买了一份人身保险 哎呀 真是 没救了 咱俩还是进车吧 要不然我怕你冷 我不冷你冷啊 我也不冷 哎你不冷咱再待一会儿吧 一会儿他就出来 行 啊 我还是给你误误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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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不冷 我真不冷 有冷 我去进车里了吗 没事 真不冷 真不冷啊 这多好歹 待一会儿 嗯 嗯 这些日子吧 你看广顺的事 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谢谢 你尽客气 广顺不也是我的村民吗 我能不管吗 是不是啊 你看吧 我这个人呢 主要不会拐弯 我说句心里话 说 我真的特别喜欢你 这 不值啊 咋不值啊 真的不值 只要我愿意 我就觉得值得 哎呀 其实呢 你都 天多余 我跟你说 你应该找一个吧 比我您 比我您 亲 亲手立脚着 其实我家那个 生活条件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说我现在 哎呀 咋的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啊 那不是 不是那意思 我这 你知道我为啥喜欢你 为啥爱你不 不知道 因为你是个真正的男人 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太抬决了 不是 公司的孩子 不是现在才变成这样的 你说 可不是咋的你 原本回来了 你这屋子咋这么冷呢 这几天没烧了 你走这哈气 早知道你说一声 我跟你烧烧啊 哎呀 人起来挺齐啊 这咋的商量事呢 商量啥呢 像凉山巨翼似的 母大缝你还在这白乎呢 你门口那鱼都让猫叼走了 那不咋的 我可不是神仙 我就是凡人 你往里坐坐 你坐这炕帮上 多凉啊 你让我坐会儿 你坐你再拔坏了 你这啥态度啊 你绝对是走的 甩的谁呢 这是 老爷子 死冷寒天的 不可家好好待着 出来下逛有啥呀 这外头倒上雪多滑呀 你这万一摔了胳膊腿 那咋整啊 人上岁数了骨趾疏松 不 你会不会说人话你啊 你不会说徐驴教练 真是够呛你 你这老爷子 你说我跟你动笑话呢 你这 你说咋都这样啊 这是 没看好日子是咋的 这个乃词儿了 可能你都忘了 但我永远都会记得 那个时候我家特别困难 我想改变这一切 想办个家庭农场 我就去信用社贷款 可是那个严主人 他特别看不上我 我找了十几个人 帮我担保他都不同意 而且还用特别恶毒的语言 对我进行人生侮辱 其实吧 人活一口气 活争一珠香 你现在不也挺好吧 长得红红红红的 是吧 是 我现在是挺好的 可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啊 要没有你的帮助 我能有现在的今天吗 那个时候 我对当时的情景 记得特别地清晰 你拿着一百万 啪地一下 拍在严主任桌子上的时候 跟他说 就用这个贷款行不 他当时都吓傻了 然后你拉着我就走了 到别的银行贷出了四十万 我当时就认定了 你这个男人 就是我要嫁的 你别不相信 我这不是感恩 这是真爱 我真的不值得 你看你 这不是紫涵吗 大娘 你这是要干啥去啊 卖本货 卖本货 这是你奶奶做的吧 我做的 奶奶教的 这孩子将来是一个 奶奶 你买一个呗 哟 我家可没有一个人懂艺术的 买一个吧 挂在你家墙上 可好看呢 我给你打八折 哎哟 这小人精 这咋还值得打折呢 呵呵 那多少钱呢 眼价五十 打八折 四十 你说这一个小画 五十块钱 这是艺术品 纯手工制作 画上都是咱们 风铃村的山水和人物 我奶奶今年八十二了 她说这门艺术 属于非物质文化 再没人穿成就失传了 你买一副吧 哎哟 大方啊 子涵这么央求了 你就买一个吧 嘿嘿嘿 行 那我就买一个 哎呀 哎呀 真好看 哎哟 不用客气 哎哟 给你拿钱 真的的 你也别打八折了 来 就给你五十 别找了啊 谢谢你 元哥啊 你家车广顺哪 这回算玩大了 你瞅呢 前脚呢 从派出所卖出来了 后脚就卖到 那大湖冰窟窿里下的 紧接着又进派出所来 这叫啥节奏啊 作死的节奏 像这样老爷们儿 你就得削他 好好修理修理他 还让他上房了呢 哎 元哥 你猜我最冰锁谁 母大缝 你别看他刚才甩的我 那母大缝贼厉害呀 用那老牛锤 给他家院里 那家把他老头 姚老嘎给削的 这一吞把给削 告饶了 你有事没有 我没事 有事我能来劝你吗 你有事吧 没事你有事你走你的 我给你看屋 我身体不舒服 我想躺一会儿 妈呀 你早说呀 我还以为你有事要除去呢 那你躺你的我唠我的 咱又不是外人 你快躺下去 这屋冷的 我给你叫床备 余春彤 你干嘛你 你是不是得寸进尺的 你快赶紧走吧 妈呀 这咋说急眼就急眼了呢 你怎么把我老姑娘下来 这嘚瑟 出去 赶紧出去你 干啥 这荷尔蒙飙生是咋的 这快走 赶紧一下 鲜脚都没有 出去 也不用鲜 什么服务态度这是 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 我跟你讲 夏辉 他就是拿八台大叫请我 我都不带来的 这一去 门给他捧场了 推我 这屋里啊 不知道糊落了啥了 看不得没人高低的 你说真是 点形的万人贤 大婷 万人贤是什么呀 万人贤哪 万人贤就是 余三通就是万人贤 他不是叫余三通吗 俩名 哦 网名吧 对对对网名 这孩子 啥都知道 网名 你现在也没有外人 那你跟我说句实话呗 你对我到底啥感觉呀 哎呀 我就拿你当林家小妹 那 那要是没有于倩雪呢 谁 较不得 那 把你当林家小妹 你在 hall 你 还被我 并不得 她 年轻装我 你 那 你呢又是咱们民乐镇产量大户 是吧 你那条件就那么优越 你应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三母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上小学的时候 你在镇里头上高中 那时候咱们村没有小学 你每天都用自行车驮着我 送我上学校 然后放学又接我回来 那个时候我虽然很小 可我在心里头就觉得你是最亲的人 后来你却当兵了 我高中辍学在家务农 十七岁的时候 我爸给我介绍了好多对象 可是我在那些男人身上 根本没有看到你的影子 你从部队回来以后 我心里真的特别高兴 我都想我自己找个媒人 上你家去说媒呢 我又觉得我是一个女孩子吧 我自己开口提这事 多不好意思呀 就在我这磨叽的时候吧 你就和一劝学好上了 再后来吧 也不知道你俩为啥不好了 我心里头可高兴了 可我又没想到你转年就和那个陆小俊 结婚了 是我这心吧 就跟表情的冰窟窿一样 再后来 陆小俊又意外地死亡了 我 我真是不知道 我是应该高兴的 还是替你感到悲伤 但是 我这心里头又感情了一丝希望 可我又真的也没想到 你又跑到俄罗斯去了 你却就是这么痛远 那你 这么多年也没找男朋友 他们也给我介绍过 可是我都觉得 他们是冲了我的工厂来的 最主要的 是我的这儿有你 容不下别人 现在吧 不管有多困难 我都不能够再失去 上天赐给我的这个机会了 小俊 七菊 这是干啥呢 你俩呢 这冰箱雪地 怎么上这儿玩当晚来了呢 不是真事 啥不是真事 我眼睛也不瞎 这男孩你呀是正常的 只是地点不对 车子鸡啊 你弟弟车广顺 急留十天 罚款三千 交罚款钱吧 行 那你跟我去取钱呗 我钱玩呀 我还去 给你当目标啊 弟弟 去吧 那行 那我自己去了 好好好 我去了啊 好 你慢点开啊 好嘞 好嘞 师座长 谢谢你啊 真没看出来呀 还学会年轻人秀恩爱了 真是你瞎子 我跟你说 我要是屈死的 那就是你们给屈的 死在我们手里 那都没名啊 哎呀 我跟你说啊 车罪局这个女人真不错 实实在在的 本本分分的 这些年你没少挣钱 又开个两米加工厂 人家投款送报 你钱色双收 你还端啥呀 人家垃圾 我说我接个电话的啊 哎 哎 齐总啊 李书记 明天我们公司就要开始收购粮食合同了 你们村子准备的怎么样啊 啊 一切就绪 OK了 哈哈 太好了 我刚从大妈说服办公室 一会儿麻烦林书记帮我把那些合同户召集一下 我过来开个现场会好吗 你放心吧 一会儿我就把我们村子跟你签订合同的这些粮食大货 到我们村委会集合啊 你放心吧 一会儿村委会见 好 谢谢书记一会儿见 好嘞 哎呀 我们村啊 跟那个平安粮食外贸公司签订了一千六百吨的这个水稻合同 知道吗 你说老百姓忙活一年了 全只这俩钱呢 那这么多粮得运多长时间呢 也得七八天 这么快呢 主要啥呢 这批粮食送往的是俄罗斯在时间上和质量上要求的非常严 那个吴迪还有马蒜金他们都是签订户 我为啥求你呢 是不是 不是时间不赶趟我这马上就得回去 就自己走了 不等你话就要下了 你我真没那事 要是你们真是进去下开玩笑 那啥 让老师开警车送你去 拉倒吧 我可不坐这个警车 推拉风了 以外我咋回事呢 我以后打车我就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好 哎 哎 老师啊 你回来了 我刚回来吧 刚才给我爷打电话他还没接 往上你告诉他一根 今天晚上我不回去了 啊 那你上哪儿去啊 我去田径那个蔬菜养殖地地看一下 啊 我知道了 好了 喂 喂 建政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新培育的清安丧号长得可好了 是吗 太好了 真为你感到高兴啊 哎呀 我都想你了 你出来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也想你 可是 我今天还在忙啊 可能要过几天啊 啊 哎 哎 对了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啊 惊喜 快递 对啊 什么惊喜啊 快递吗 啊 对 快递好像到了 你回头看看 哈哈哈 建政 建政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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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表叔 你那没事呗 完成啊 你咋来了呢 哎 子涵 来姐姐 哎呀 哎呀 子涵 哎呀 你在这儿干嘛呢 卖版画 卖版画 卖什么版画 你姐看看 哎 看看 我刚才还买了一个 看看 多巧做的 哈哈哈 真好看 这是我亲手做的 你做的 嗯 奶奶再一扛加我 我就会做了 哎 还奶奶巧 您请说啊 更巧 哈哈哈 子涵真了不起 谢谢你姐姐 子涵 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又病了 又病了 你怎么没跟姐姐说呀 奶奶说 今天不要去麻烦别人 我们会 就是为了挣钱 给奶奶看病 子涵真乖 回去告诉奶奶 姐姐有时间 就来看她啊 好的 姐姐 你的车呢 姐姐车停村也会了 子涵姐姐有时间 来看奶奶 回去告诉奶奶 姐姐接个电话啊 好的 姐姐再见 拜拜 再见啊 再见再见 走吧 那回去吧 慢点 喂 亲爱的 喂 雷姐 你在哪呢 我在丰年村呢 怎么了 哎呀 我求你个事 我小表叔说他中了仙人跳 那个外边有两个人正逼着他要钱呢 你看你神通广大 你 你能不能帮着摆平一下啊 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 你等一下啊 让那个让他自己跟你说 快点 我 快点 快点 我说呀 快呀 哎 七经理 我是林三木的表弟 是 是这么个事 我今天 我今天我去县城我修车 然后呢 我想呢 我把车放在修理铺吧 我也没啥事 我就去按摩店 我按个脚 按按脚 按按脚 你就没干别的啊 天地良心 我啥都没干呢 是没干成吧 不是 这 这 就是 哎呀 我刚开始我啥也没想干 然后那个女的呢 她就边给我按呢 她就边聊着我 然后我一看那女的长得也挺好看的 我就有那么一点那个别的想法 但是 我是刚想那啥 然后 外面拉老爷们就进来 马上就那啥 然后 你说 外面老爷们那样的 我敢啥呀 我还能干啥呀 你活该你知道吗 那女的现在什么态度 你说 那 那个女的 那个损娘们啊 她一进来她就硬说 你跟我那啥了 你说我跟她没那啥呀 你说这事咋闹啊 好了 别说那没有用的了 她们怪要多少钱 她跟我要两万块钱 你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然后有一个人 她还拿手机拍的照呢 然后说要给我发到网上 让我生败名利 我不给她这个钱 她马上就报案 你说这事咋整啊 齐经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这咋整啊 咋样 咋说的 齐经理说 知道了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你说这咋整啊 就齐经理能帮忙吗 这下你该玩喽 我说小百叔 怎么老干这种事啊 什么他总干这种事啊 我 我今年我这猫东 是第一次干这个 我就 还总干这事我 记得说了啊 是今年猫东第一次 自己说 去年猫东去几次了 那都是正规案 我 我撒谎不是人我 撒谎不是人 你是人能干出这种事 死眼儿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我是你小表叔 是 小表叔 我求求你小表叔 你可千万别是我小表叔 我丢不起这人 你真是真不讲中 一天天 小表叔 你现在不能这么跟我说话啊 虽然咱俩年纪相放 但从小 完辈来讲 我是你小表叔 我照不照顾你 小表叔 小表叔 你说你小时候 你出了那么多事 是不是全是我给你顶的雷 现在你小表叔出事了 你就给我这个态度 你给我解决这个事啊 想解决这个事是吧 也不是没有办法 啥办法啊 我给爸打个电话啊 剑超 真是死活都不能让你爸知道啊 他们知道了 你小表叔死不了 你爸知道 我直接就死了 千万别是他俩啊 你可怕啥意思 他俩给我打电话 你说咋找啊剑超 你看你这死样 杂志人家剑超 拿来 喂 喂什么喂 能不能把钱挣来 给个通话 不行我就报案了啊 报案 你急什么 我跟你说 两万块钱 对于用农民来说 那不是小数目 谁手上有那么多现金呢 我告诉你 再等两天 要是不愿意等也行 投诉报警随你便 这他妈谁也说话这么横 郡哥 嗯 进去 再等等 不急 好样的 啥好样的呀 见着我他分的都傻人呢 你给你惹鸡眼了 我直接就死了 我跟你说 一天天的啊 自己作的 现在知道怕了 早干嘛去了 不不 你看 都忙着呢 你说你啊 不好在那修理铺干活 整天抱着破狗 满世界瞎撞有啥呢 这话让你说的 多让人伤心呢 我一天日理万机 我那小修理铺那么忙 我来看你不是因为你贫血了吗 你来看看你还蹭肉啊 三通啊 三通 这个 你说 咱在一个村住这么多年了啊 嗯 我能劝你一句吗 嗯 你说你整天抱个这么个玩意儿 也挺大老爷们 磕着不磕着呢 啊 再说你能不能给姨父主任留点面子 啊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我抱狗咋的了 我抱狗爱谁事了 嗯 抱抱 我就就坐坐上去吧 嗯 哎呀 妈呀 你这苏记那座我可不敢坐 我一小老百姓我坐那儿 再帮我蹭出去 我坐这儿这个了 你咋那么多废话呢 下去 那这还哪儿还不能做的呢 行了 学会计咱还说点正事 哎呀 车广顺那事 最后咋处理的呀 我哪知道啊 你这事得问一书记 是不是啊 你这样到书记回来问书记去吧 我就问书记啊 那可不可以问书记呗 人书记回来 赶快快出去去吧 真不经验呢 连刚一念叨书记书记就进来了 不是你一天我在家待着 你晃晃你 你穿啥呀你老穿 你 你 你咋跟我妹妹一个口径呢 我真就那么烦人吗 你太烦人了你 该干啥干啥去 你赶紧的 该干啥干啥去 这是办公室啊 别让我开 说正经的吧 三木啊 那事咋处理的 啊 这不是吧 摇楼杆 他是罚款三千 五天拘留 车广顺呢 他属于是 呃 自己投案自首吧算是 减轻处罚 也是罚款三千 拘留十天 轻 处罚的太轻了 我以个村民的身份 强烈要求 要制裁这个车广顺 批评袁哥 以正咱们封年村之正气 你 你是谁 总是绽放着青春的锐 你是谁 风雪中翩翩飞 你是谁 碎月总统都不悔 你是谁 你是谁 红尘拐角处桌衣是黑 你是谁 风儿穿梭着你的美 你是谁 空天见了你免然下飞 你是谁 脚步从脏累不累 你是谁 你是谁 谈笑间让练练会飞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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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了我的心碎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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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里长相依相偎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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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的为你沉醉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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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爱的思念沉醉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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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